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聊美国学者易森安最近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想要拯救世界吗?那就承认台湾》 那这篇文章也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自由时报上 那我会把这篇文章的链接放在我的描述栏里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易森安 他是美国智库,专门研究亚洲政策的智库 2049研究所的资深的研究员 那易森安对于台湾人应该来说不是太陌生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 非常引起台湾各界关注的文章 那就是关于台湾港口的国防安全的文章 那易森安是引用了共产中国的军方相关的研究人员的 各种公开的报告或者是文章 他引用这些公开的资讯 梳理过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共产中国他长期以来都在谋划 在阴谋 想要在关键时刻 当然就是共产中国入侵台湾的关键时刻 要夺取控制台湾的港口 那他呢得出这个结论之后 当然也就对台湾发出了试警 那他就说那台湾目前的港口 有一些这个租用台湾港口的这些企业 他虽然表面上来说都不是共产中国的企业 但是他们背后是不是有共产中国的实际的影响力存在 那他发出了这个警告 那当时非常的引起台湾社会各界的 这个反应和重视 那当然也非常的引起中共的愤怒 那当时中共的党媒官媒新华社 都对伊斯安发起了人身的攻击 和这种辱骂 所以说这是一篇震惊四座的文章 那他应该是凭着那一篇文章 就是一战成名 一战成名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共产中国 那他其实是多年都专精在 这个台湾的军事和共产中国的军事的实力对比的研究的 这样一位学者 那他呢也是坚定的支持说 美国的对台湾的政策应该走向战略清晰的 这样一位学者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在美国的政策圈或者是学者圈 长期以来都有这方面的争论 就是说到底这个战略应该保持模糊 还是应该走向清晰 那战略模糊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就是说因为你模糊 所以就有可能会造成对方的误判 那这种误判可能会在关键时刻 引发非常可怕的灾难性的后果 其实我们看这一次的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 这种危机升级的状况 就很明显你能看到 就是说正是因为在 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全世界 尤其是北约和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事情上 一直以来也是有一种战略模糊 一直以来就有 就是说到底 乌克兰被入侵之后 北约会怎么反应 或者说美国会怎么反应 其实大家都不能百分之百的有数 那俄罗斯也是这样 普京他也不清楚 到底西方社会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其实导致了这种局势的紧张的升级 如果乌克兰已经被划入北约 如果乌克兰已经加入北约 我想如今的局势不可能是现在的这样一个局势 这就是战略模糊带来的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的危机 但是当然不是说战略清晰就没有危险 战略清晰 那你在战略从模糊走向清晰的这一刻 这一刻会不会触发对方的反应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想象 所以说这就是两派争斗不休 一派认为战略模糊 保持模糊是对的 另外一派认为说 应该排除万难坚定的走向战略清晰 但是其实我个人 从我看到乌克兰现在所陷入的危机上面 我个人觉得说战略清晰的企图 这个仕途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 就是说一定要往战略清晰去努力 但是说在哪个时间点 如何做能够保证说 这个模糊走向清晰的这一瞬间 不会导致共产中国的疯狂的这种反应 这是大家要仔细研究的 但是不可能不走向清晰 就看一看现在乌克兰的情况 就知道长期的保持战略模糊 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篇文章 就是伊斯安的这篇文章中 他其实就把 他的长期以来 关于这个议题的这个观点 论述的非常的精彩 那他呢先是来说为什么台湾重要 他要向尤其是这个英文世界的读者来解释 为什么台湾重要 他用的是一个这个密次法则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来阐述台湾的重要性 远远超过其他绝大多数的 外交的国防的政策的议题 那密次法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不公平的 甚至是极度不公平的 一种状态 这就是世界和宇宙的法则 它不公平 它不公平 它就是一个极度不公平的状态 譬如说 这一家苹果公司 它呢就超越了 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公司 那就好像对台湾来说 一家台积电的意义 当然也超过台湾的 绝大多数的其他的公司 那包括说在自然界中 就说一个豌豆家 它出产的豌豆 可能超过其他所有的 其他绝大多数的豌豆家出产的豌豆 包括说 就是说有这样一种鸟类 就是在这个鸟群 这个群体中具有优势的公鸟 它能获得 它能产生的后代 占到这个种群的95% 那具有领袖的 这个身份的母鸟 甚至能占到这个 族群繁衍的 这个99.5% 就是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赢家通吃的 这么一个概念嘛 就是说赢者通吃 那其实在一个个人 一个国家 一个世界的人类的命运上 它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就是说最关键的那个时间点 发生的最关键的那个事情 它对于这个个人 国家 民族 这个世界 的命运 它的这种作用 是其他任何其他时刻都无法比拟的 在其他任何事件中 都没有办法 去 相比较 那譬如说 像在1949年的时候 是留在共产中国 还是去台湾 就这个决策如果错了 那对于这个个人的人生 所产生的这个影响 应该说超过了他人生中 所能做出的其他所有决策 那就好像我的家族 决定说要移民加拿大 这个决策 对于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 那都是一个最重大的 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改变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 它的价值并不等同 那就好像说 对于美国而言 并不是所有的外交的议题的 重量都是一样的 那在这所有的外交议题中 在所有的国防议题中 最重要的就是台湾 最重要的就是台湾 因为台湾是现在世界的战略中枢 战略中枢 就是说如果说在冷战时期 在冷战的时候 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决定了世界的命运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 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就决定了世界的命运 这就是台湾的地位 那他就认为说现在 美国做的还不够 美国做的还不够 尽管现在美国的五角大厦 已经把台湾的安全 作为首要的任务来保障 就是已经是这样了 美国的五角大厦已经这样去做了 也就是说在军事上 美国的军方对于台湾的重视 已经不能更重视了 这是最重视了最高级别首要任务 但是在外交上面 在其他的政策上面 对于台湾的重视还是不够 还是不足够 那他就认为说 想要确保台海的安全 想要确保世界的和平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就是完完全全的 完整的承认台湾 同时呢 把台湾加入进美国的 这个安保的系统中 加入美国的安保的 这一整套的这个政策中 那无论是加入美日安保啊 还是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啊 总之必须把台湾 作为一个正式的国家加入进这样的 美国所主导的安保的框架中 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台海 长久的和平与安全 那其实如果是以前 就是我在看到现在发生在 乌克兰的事情以前 可能我还会觉得说 可能战略模糊 真的能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危机的升级 但是我现在 我真的是很赞同 义思安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 无论如何都要走向战略清晰 无论如何都要走向战略清晰 哪怕这里面有可能有很大的这个风险 就是从模糊走向清晰的那一刻 的的确确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但是这个风险再大 也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也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因为你看到说 独裁者 独裁者他是不会被战略模糊所喝足的 真的是不行 真的是不行 所以说 就是说最后摆在所有人面前的 只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何承认台湾 在哪个时间点上承认台湾 以哪种方式承认台湾 能够避免这种风险 或者说能够减小这种风险 就是问题不再是说 承不承认台湾了 不是 是说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就说白了是说 怎样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不引起俄罗斯的 这个世界无法承受的反应 那怎样让台湾加入 美国主导的安保框架 而不引起共产中国 这种无法让世界接受的反应 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但是的确这个议题 我觉得是欠缺讨论的 的确欠缺讨论 大家天天都在吵说 这个应该战略模糊 还是战略清晰 但其实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 我们怎样能够 把战略清晰的过程 减低风险 因为从乌克兰现在发生的事情 大家就知道 战略模糊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 走不通 战略模糊最后仍然是走向战争 仍然走向战争 如果我们能够在 比如说2017年那个时候 真的就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么现在乌克兰就不会面临这样的困境 世界也不会面临这样的 有可能有战争的这样的 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灾难性的一个预想 这一切都是因为之前 大家没有拼命的把乌克兰给加入北约 没有趁着俄罗斯 没有能力去发起这样的攻击的 这种时机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整个世界的一场失败 那我们在乌克兰这个事情上失败了 那我们绝不能在台湾这件事情上失败 那是绝不能的 因为就像伊斯安说的一样 台湾是世界的战略中枢 台湾的命运决定了全球人类的命运 这是绝对不能失败的这样的一场战争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